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林轩婚前没有同房 那晚是我俩的第一次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 果破去收拾了屋子 出来之后 眼神就怪异得很 对我充满了嫌弃 与前一天的殷勤判若两人 我问林轩 她直捂半天 最后才悄悄跟我说 我妈没看到落红 不高兴了 我问啥是落红 初夜的处子写 她言简一概地回答我 顺带也用了一种询问的眼神看了看我 按他们迷信的说法 这还能检查出来有没有生过孩子 那眼神仿佛在说话 在问我 叶盈盈 昨晚你是第一次吗 乖乖 我说那婚房搭配怎么那么奇怪 红被子搭个白床单 怎么看怎么别扭 原来是为了验这个 听到这儿我简直要气炸了 我不是 我努力压制怒火 尽量与其平摊 很坦然地跟她说 在当今这个社会 我觉得没什么 毕竟我又不是什么私生活混乱 只是在林轩之前谈过两场恋爱而已 所以我妈不高兴了 我之前以为你是 恋爱那半年就没动你 那你是出男吗 我戏谑地问 我 林轩自知理亏 不再说话 我知道她不是 她之前也谈过两次恋爱 有一次时间还长达三四年 虽然跟我在一起这半年没什么机会动我 但是我对她的自制力没什么信心 她的沉默说明了一切 自己都不是处男 凭什么要求我是处女 你凭什么先入为主觉得我是 你为什么不跟你妈说清楚 我连珠泡似地问她 她又是哑口无言 老半天才憋出一句 我妈会骂我的 这就是林轩 她是单亲 家里只有一个妈 所以啥事都要听她妈的 只要她妈要骂她 就怂得跟驴蛋似的 我看着气不打一出来 又没什么办法 那是我们结婚第二天 对外都是和和气气的 但是暗地里 刀光剑影打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 一整天都捧着脸 在冷战中度过 甚至于好几次 我都开始后悔嫁到这个家里来 当晚我提出分房睡 林轩拒绝 觉得传出去让人笑话 我冷笑 我今天在你妈面前已经是个笑话 她道歉 一个劲地哄我 说她不介意 说愿意跟我一起面对一切 说老太太熬了大半辈子不容易 无必和她挤正面冲突 我觉得也对 毕竟观念这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扭转 也没必要为了老一辈的想法 影响我们年轻人的和谐生活 于是 就这么被她连哄带骗 硬生生从离婚的边缘拉了回来 但老太太那边怎么交代 林轩神秘一笑 拿出一袋红色液体 用鸡血 我早有准备 就跟我妈说 我们昨晚没圆房 引导她明早去验落红 我点头 为了和平考虑 也只能这样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恰恰相反 她成了个定时炸弹 婆婆很看重这个 她觉得是荣耀和忠诚的象征 偶尔跟要好的亲戚聊天 总是要拿出来说事 很自豪地说 那天早上给我验落红的事情 说现在社会像我这么安守本分的女子不多了 每当听到这儿 我和林轩面面相去 心虚地闭了嘴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 当天和林轩吵架 当时婆婆在场 吵得可凶了 也不知是有意无意 总之她就把这事抖了出来 也正是那事我才知道 林轩嘴上说着不介意 但心里对我把第一次给了初恋这事 还是很介意 她把这事一捅可就翻了天了 婆婆觉得受尽了欺骗 颜面尽失 一哭二闹三上吊全来了 一个劲地质问我俩是不是想把她气死 激动之下她就开始骂我 说了一大堆不知廉耻 不懂自爱之类的话 我本就对她验落红阵事有成见 被她这么一刺激 就和她对吵了起来 林轩自知语师 硬着头皮两头劝 最后勉强劝住 但从那以后 我和婆婆的关系就变得无比紧张 她对我看哪儿哪儿不爽 我躲着她如同比温神 三个月后我怀孕了 关系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这关系没法不缓和 林轩长期加班 加到天昏地暗 怀孕后那几个月 我处处不变 又没什么经验 只能服个软 将就这请婆婆出马关照一下 她倒也默契 不计前嫌 把孕精亲囊相受 好吃好喝伺候着我 笑容也多了起来 虽然对我常有怨言 但也在我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即使我知道她不是对我好 而是对她寄存在我肚子里的孙子孙女好 不过不要紧 反正也是我的孩子 如此好过了九个月后 孩子顺利生下 是个男娃 老太太喜笑颜开 渐渐也很少提起落红的事情 只是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嫌不淡 我心宽不想计较 能过日子就成 林轩对我的态度也没有一切好了 生活琐事接踵而至 吵架次数变多 感情慢慢被消磨 三年这样而已 经过上次我和老太太的激烈对撞 林轩已经轻易不敢再惹出大的冲突来 孩子出生半年之后 林家母子对我的态度抖变 先是林轩 挑刺的范围变大 吵架的热烈程度激增 本来自从我跟老太太大吵一架之后 她再也不提落红的事情 这会儿一吵架她就要说 好像唯恐吵不大似的 紧接着 连老太太的态度也降到冰点 不管之前怎么样 生了孩子之后 我们的关系已经得到缓和 不再是以前水火不容的境地 但现在不一样 她对我又回到了冷冰冰的态度 对我有着很深的敌意 最主要的是 他们对孩子的态度 与刚生下来那两个月完全不一样 刚生下来时 老太太每天抱着哄着 生怕她的孩子受到一点点伤害 而现在 任命孩子躺在摇篮里哭 她自顾自地打她的针线 好似那孩子跟她不相干 林轩就更是了 以前每天轻格不停 现在抱都懒得抱一下 我本能地察觉到 一定有什么大事在酝酿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林轩有外遇了 出差次数变多 床地之欢变少 在家的时候也没精打采 有时连吃顿饭都心不在焉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女人的直觉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但是往往又很准 我观察过她吃饭的姿势 看手机的次数 照镜子的频率 微信表情包的使用 种种迹象都表明 一定有另外一个女人 围在她身边 但空口无凭 况且 我心里是有些侥幸的 希望我的感觉是错误的 于是决定私底下 查查看看 正当我在网上费尽节力 搜出了一大堆抓出轨的攻略 准备付出行动时 我跟林轩的一次吵架 把事情推向了白热化 那天孩子哭得凶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哄好 换尿布 发现尿布用完了 就叫林轩下去买 林轩当时正在玩游戏 叫了半天没反应 我以为她没听到 提高了数倍的声音 又叫了她两次 没想到她头也不抬 冷不丁来了一句 买什么买 孩子又不是我的 我心里猛得一紧 差点晕厥 我暴跳如雷 怒倒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时她才抬起头 看了看我 说道 我明天要带孩子 去做个亲子鉴定 不是询问也不是商量 而像是在通知我 林轩坦承了出轨的事情 并且脸上毫不羞愧 女的叫做张倩 她公司同事 交往已经两个多月 她承认他们睡了 而且还很厚颜无耻地说 在张倩身上念叨了陆红 觉得这个女人比我靠谱 然后用相同的奇怪的逻辑 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 什么破罐子 放荡之类的言语都说了出来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觉得像我这么不守 妇道的女子 生下来的孩子 多半不是他们林家的 要求做亲子鉴定 老太太早就知道这事 全程在旁边帮腔叫好 听到张倩落红的事情 两眼放光 看我的眼神顿时厌恶无比 并且张倩怀孕了 在他们眼中 矜持着张倩生下来的孩子 比浪荡的我生下来的孩子 要干净得多 按照他们的说法 做完亲子鉴定 如果我是冤枉的 就会还我清白 我不做 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可以为了和平让步 但是牺牲尊严来换得委屈求全 这事向来不是我的作风 这么一来 他们更加认定 这个生下来的孩子 肯定不是他们家的 开始变本加厉地数了我 林轩啪的一巴掌 甩在了我脸上 我顿时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 那一刻特别想哭 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知道 这个时候我就是个弃子 不会有任何人同情我 怜惜我 但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会让他们偿还这一巴掌的 他们认不认可这个孩子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从他们说出这个蛮横的逻辑 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 再到这一个无情的巴掌 我对这份婚姻 已经彻底死心 离婚吧 我提的 就这样 我带着这个只有半岁的孩子 离开了林家 不哭不闹 因为我对这儿 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在居家过日子这件事上 能忍则忍 为了婚姻的和谐 一些小摩擦 能不计较就不计较 毕竟家何万是心 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 但是林轩母子的步步紧逼 已经让我彻底看清楚 这对母子的嘴脸 哀莫大于心思 离婚后 我把孩子送回了乡下 交给了我妈去带 然后开始一门心思 放到了事业上 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 把公司当成了第二个家 很快就获得了晋升的机会 薪资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 女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卖可怜是没有用的 只有自强起来 你才有资格跟这个世界叫板 而另一边 林轩和张倩结了婚 据说婚后的日子 过得也不怎么样 张倩婚前跟个小绵羊一样顺从 看着好像温柔无比 把我挤走之后 顿时圆形毕露 她蛮横跋扈 整天在家里立纸济世 根本不把林轩母子放在眼里 稍有不慎就大发雷霆 后来张倩的孩子又早产一个月 全家人心疼得跟什么似的 整天围着她和孩子转 就怕有什么闪失 但这女人难伺候得很 可笑的是 从前在我面前百般嚣张的老太太 这会儿变得唯唯诺诺 生怕不小心惹着儿媳妇生气 果然风水轮流转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和我家孩子与林家再无瓜葛 毕竟结婚那么久了 有的消息躲也躲不过 林轩那边 听说张倩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开始遭建起家里的前来 寄予各种名牌包包和化妆品 林轩那点工资 估计早就被吃得只剩骨头了 而我在事业上混得风生水起 前一周刚升了区域经理 平时除了工作 闲侠之余 就跟闺蜜同学逛逛街约约饭 偶然的一次机会 跟几个以前的高中同学小聚 期间大家说起了我的故事 都有些唏嘘 其中一个在私立医院工作的妹子 突然饶有兴趣地问道 你说你前夫后来娶的老婆叫张倩 我点了点头 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 我倒知道有一个叫张倩的 在我们医院做了处女膜修复手术 过了几个月之后 又在我们医院生的孩子 那个人脾气特别差 每次都凶我 还把我们一个小护士骂哭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 听到这个劲爆的消息 我好奇心顿起 你确不确定啊 妹子又想了想 很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很确定 这个女人在我们医院的八卦话题里面很出名 我们私底下议论她好几个月 因为她来做处女膜修复术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她们生孩子时对外声称是早产 我见过那个孩子 早产的孩子哪有那么健康的 而且医院的检测也显示 她那个就是正常的顺产 但是孕风一口咬定是早产 医院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你那个前夫多半是当了接盘侠 还敢捡了个宝似的 听到这个震惊的消息 我突然有些兴奋激动 兴奋的是老太太口口声声挂在嘴边 张倩的落红居然是伪造的 他们赶走轻生血脉 进入家中的却是别人的孩子 我不由得有报复的快感 激动的是 一个被我压抑了很久的念头 在我脑中悄然而生 我要为自己当初被扫地出门 讨回一个公道 通过走关系和花了一些钱 我最终在那家医院 调到了张倩做处女膜 修复手术的手术单 我把手术单匿名快递给了林轩 并在后面附上了 对那个早产孩子的怀疑 我相信这个男人看到这些 是能够理解的 他还没蠢到那个地步 果然一礼拜不到 林家就闹翻了天 跟我预想的剧本差不多 林轩提出给张倩的孩子 做心子鉴定 被张倩一口回绝 开始撒泼耍赖 说他把第一次都给林轩了 还要被怀疑 林轩直接把那张 修复手术的手术单 甩给了他 张倩瞬间就闭了嘴 在林家母子的轮番逼问下 他终于说出了实情 这个把自己伪装成 玉女一样的张倩 私生活混乱得很 认识林轩之前 就常常混聚于夜店酒吧 各种一夜情 玩得不亦乐乎 睡过的男人 少说也有二三十个 以前就打过胎 后来不小心意外怀孕 因为不想再打胎 就去做了个处女模修复 然后把账 贪给了林轩这个冤大头 结婚之后 还背着林轩约过很多次 原来 林轩和老太太眼中的 这个玉女 实际上才是个真正的浪负 我知道后不由心生快意 眼看着时机已经成熟 我带着孩子 和一张刚做的亲子鉴定 去林家找林轩 当天 老太太 林轩和张倩都在 我也不说话 直接把亲子鉴定 往林轩面前一丢 很久没见 又经历了这么多事 林轩看到我时 在发愣 还是老太太 抢心拿起了鉴定报告 看完后 她直接跪在了我面前 盈盈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对不起你 你要原谅我 我冷漠地看着这个老人 卑躬屈膝地 在我面前求原谅 内心毫无同情 我永远忘不了 她把我扫地出门时 有多绝情 林轩提出 让我和她复婚 我冷笑到答应 那好啊 你把打我那个巴掌 在家被打回了 话没说完 她就狠狠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我指了指边上的张倩 说道 她呢 我以为林轩会有所犹疑 但没想到 她像是疯了一样 扬起手就往张倩脸上甩 两个耳瓜子下来 她疼得嚎啕大哭 这时 我的目光看向了老太太 此时林轩才有所犹疑 说道 盈盈 她是我妈 要不算了吧 没想到还没等林轩说完 老太太自己动了手 左一下右一下地抽自己耳光 打了十几个耳光 脸都有些肿了 才在林轩的阻止下 停了下来 这一家子 果然都是疯子 然后林轩也跪在了我面前认错 说道 盈盈 以前是我不对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回来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 老太太则阴切地 看着我怀里的孩子 这个曾经他们连看一眼 都觉得厌烦的孩子 好啊 但是等你先跟这个贱人 离了婚再说吧 说完 我起身离开 第二天 林轩母子强拉着张倩 去了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还一个劲地给我发消息讨好 但他们不知道 与此同时 我已经坐上了去 另外一个城市的飞机 我不傻 不会再次把自己 往火坑里推倒 现在所有做的这一切 报复而已 我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跟林轩并没有断了联系 期间 她还常常给我发消息 日复一日地请求我原谅她 半年后 林轩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了最近的情况 林轩已经跟张倩 彻底撇清了关系 现在 踏踏实实工作 和老太太相依为命 老太太自从半年前 受到张倩事情的打击 加上我出走的刺激后 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 竟是有些抑郁 每天神情恍惚地 叫着孙子的名字 电话里 林轩对我说 盈盈 回来吧 我和妈都很想你 我妈这个精神状态 越来越差 也折腾不起了 是啊 她估计也闹腾不了多久了 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自作孽而已 不过 对于他们所有的报复 我都已经尽了信 不想再落井下石 更何况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通知她道 林轩 我在这边 要结婚了 我分明听到电话那头 仿佛有心碎的声音 因果循环罢了 自作孽 不可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器人 您的居民